我们这边是新浪娱乐的小采访 你是什么角色 我是今天是小记者 今天是穿着身关不断小记者 我今天找你们组借的衣服 OK大家好 借的衣服是我的 鞋子是我的吗 对这个是我自己的 我是张立鹤 然后在剧中扮演协微 可以介绍一下今天的戏份吗 今天的戏份 就是那就是我跟江雪宁定情的戏 今天为什么说这场戏比较重的 是定情的戏 因为就是我为江雪宁捅了自己一刀 然后刚刚刚说也说了 这一刀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的手就不能用了 然后我是一个非常爱情之人 爱弹琴 然后是侍情如命的一个人 所以说其实手对我来说很重要 也代表着我这一刀下去 其实也是表达了我对江雪宁的爱情 对很厚重的 对你说 没事也是表达了江雪宁对我的爱情 跟他有什么关系 你看他眼就知道了 我坐中间我坐中间我坐中间 我坐中间 你好意思坐中间吗 我太好意思了 然后这一位你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协微的妻子江雪宁 对是 表达老师请你跟大家说一下 今天拍的戏的内容是什么呢 与你无关反正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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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今天拍的戏就是 谢薇薇将选您断手 对 我想问一下请问你们剧组 就是等后场的时候会干些什么呢 演员之间 演员之间会干些什么 对 对词啊 对词 对词 那有什么 拍拍照啊啥的 那会不会就是一起开个玩笑 我们只开你的玩笑 就是像我们平常私底下开玩笑 会聊一些站在自己角色 去向对方开玩笑 就比如张哲 就可能有一场跟江雪宁吃火锅的戏 然后我就会立马把那个 那个剧本内容截图下来 然后发给张立鹤 然后张立鹤就说别给我看 我不想看 不要不要哭我 然后可能张立鹤跟那个江雪宁拍了 干嘛 干嘛 采访啊 我是在采访 江雪宁跟 是来着 谢威跟江雪宁 跟谁来着 有一场特别亲密的戏 然后他们两个人就会发给我 看看 问我吃 我记得印象最深的一场戏是 有一天晚上我跟江雪宁拍了一场 两个人坐在一起的戏 因为实在是没有什么太亲密的戏 然后那天晚上我问 他收不到 你离近一点 我问 我问那个谢威吃饭了没 他说没呢 他说这么晚吃了 我说你再吃点吧 然后我把我跟江雪宁现场拍的那些戏本 全部发给谢威看了 就是我们俩回互相让对方吃醋 我就感觉 他其实私底下是很好的关系了 对吧 对吧 这是意思吧 是这个意思 对江雪宁的称呼几乎都是一样的 但只有谢先生 对 我们打开自己说的就是要看这些戏本来的戏本 他们两个都不会武功 他是老谋升算 他会用刀 但是他武力值最强肯定是燕灵了 验铃铃铛前见书 验铃铃铛前见书 对对对 差不多 印象最深刻的一场 印象最深刻的一场 对 笑啥 发病的时候 因为那个我们用了一个机器是要绑在自己身上 然后就是他穿了很重很重 然后三百镜头三百六十度跟着转那个 你也绑了吗 我绑了 我绑了 你说吧 那行你NG往我跳场吧 你是什么王 他是贝磁王 是诚多王 诚太多了 诚王 他是小主持人 他可以有进步的空间 继续努力 谢谢两位老师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像我们现在是在夏天拍主持人 你又想起了一个问题了 没有 他一边采访一边在想 今天要问一下什么 我想问一下 就是两位在反反季节拍衣装是一种什么体验 反季节拍衣装 其实我跟你应该最有发言权 然后一个是穿这个潮服带帽子很热 另外一个是啥 是我有 雕 雪林也有 其实习惯了就还好 没有雕 雕 就是皮外套 对啊 其实最大的最大的感觉热力就习惯了 最大的感觉是你卸了装饰后 我晒出来个V里 每天 每天他也是 每天我们到画上见第一件事就是看看对方有没有更可以 为什么我们三个人的聚会你们两个都有脸 我要马赛克呢 是不是张力赫找的人拍的那个是不是 这是能播的吗 这就是 啊 那就是撤回 撤回 也不用撤回了 经常会去餐吧 就是如果说工早的话 在时间上允许第二天不那么忙的情况下 我们会一起吃个饭呀 或者说聊一会儿 就这样 谁听到那里面的 接着想换一个东西 这道别说确实是他买的这个 他对 是吧 对对对 他是抢着出去的 你买也挺多的 是啊 他俩吧 对对对 他俩吧 对 就是有的时候我为了抢买单 只能从我点完单开始 就不然后面就肯定就被人买走了 对 就你可能想这个机会出去上个厕所 我发现 买了什么时候买的 就不知道有什么 还有 就是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张老师 张老师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 跟网友说退网了 为什么最近总在发微博呢 我在我在某些社交平台上 已经听了三天我自己唱歌了 这种东西越听都已经熟悉了 所以说你没事 退网也就一天的事 阴谋也就一天的事对吧 对 前一天的阴谋不带到第二天 所以说大家就听吧 没事 下次还有机会听到我唱歌了 真的吗 现在就想听 可以吗 我回去唱给你听 回去唱给你听啊 看一下我们现场的拍摄内容 现在就跟我一起一看究竟吧 让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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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见了我们组的某位女演员 让一让 快快快 我也不知道是谁 是谁啊 阻碍工作呢 这是哪一组的演员 快我要工作 你快进去 这是我们组的道具 这都是真的 就是不是那种假道具 某位姓白的老师 今天是拍摄 邪薇 一场重场戏 为了江雪宁去抛弃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邪薇 在这个景点 然后你可以看这里所有的屋子都是一比一完美的还原 整个剧本里面的内容 这些都是在平南王也是我们剧中的一个超级大反派的一个家里 然后有许多的大街局的重场戏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这个就不用参考了吧 这个一眼看就是厨房了 但是有一个是邪薇给姜雪宁做姜雪宁在世的桃花糕 而且是邪薇一个食指不沾阳春水的人 为了自己喜欢的人 去做了一件特别独特的事情 桃片糕 雨膳房送来的 不喜欢吗 属于最好的是张遮 因为张遮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穷的一个角色 就你们在看剧的时候能够发现张遮 可能有很多套不同的衣服 但是都是一个字 素 现在去下一个房间 在很多影神剧中能够看见那种什么 龙椅啊或者说主人位啊或者是上位 其实那种位置是最不舒服的位置 因为像这种椅子的话 我们是不能靠的 你演戏的时候是不能靠的 因为一靠整个人就塌下去了 只能够像说做半个屁股啊坐在这儿 然后挺直背 或者说稍微轻松一点可以选择这样子 但也是很不舒服的 而且别看这有这个垫子 其实还是做的很难受的 时间一长还是会不舒服的 这套衣服对于张遮来说有什么意思 这套衣服对于张遮来说很有大意 我得好好形容一下 张遮唯一一套能够称得上富贵的衣服 就是这一套了 而且张遮在全剧中只有两个发毡 就是张遮他前期就只有一个木棍子 到了后期升官了之后 加了一根银棍子 等于说全剧的所有发饰只有两根棍子 就没有别的东西 这其实这种衣服是在夏天是最难受的 因为很热 我觉得这种反季节拍摄像是古装的一个魔咒 就经常会出现就是我们冬天的时候 然后去拍夏季的戏或者下水戏 或者夏天的时候去拍冬装戏去拍下雪的景 有之前很久之前我认识路姐 她就跟我说我说我爱背蚊子 她就说你就买那个青草膏在身上 然后我现在就会一直在我的触控箱里面 备一瓶青草膏 然后也就像夏天的时候 要是你带走一样东西的话 你会不要带 我都想好了 我开机的时候我都想好 我都跟服装讨论过了 跟服装老师说 我说这官服能给我买一套吗 我想买一套 我想给他带走一套 到时候夏天的时候再跟商量一下 因为官服是真的挺好看的 而且材料是特别舒服的穿在身上 我在家把它表起来给它 放在我家客厅里面